广东重金报价,必涨2米28的魔兽 李春江回归,徐杰更是完成了升职 辽郎拿下三大本土黑马 如今的姚明退位之后 王智智更是获得了全新的岗位 周期更是被推动火速的回归CBA了 谈到接下来的人员调整 还有新赛季冠军的争夺 到底花落谁家呢? 跟大家重点讨论一下四个看点 第一个看点 如今的广东队周方宇作为总经理 将要花费重金 挖到必涨2米28的大中锋 提到广东队确实在中锋的影员方面 一直都备受期待 很需要有一个关键的主力成功顶替上位 这样才能帮助广东队在内线打出强大的发挥 并且把篮板球稳稳的保护下来 果不其扬作为广东队总经理的周方宇 在近段时间 他把影员的目标瞄准到了NBA的剧情 而且周方宇更是亲自抵达了美国 据了解更是跟考新师身高2.08的大中锋进行商务谈判 并且这位以往作为美国战队优秀的大中锋 币长达到2.08的大中锋进行商务谈判 他一度被广东队的周方宇给选上了 接下来的广东队更是被爆出 愿意拿出250万美金的合同给到考新师 希望他能够加盟到广东队 而另一笔大合同呢 广东队则会选择留给马上布鲁克斯 毕竟广东队新赛季在外援的签约方面 首先把沙巴兹给放弃掉了 汉米尔顿更是被广东队给选择了抛弃 留下来的只有马上布鲁克斯 而另一份外援的大合同 广东队渴望在新赛季不再低调 也就是将会给出一份超级合同 选择给到NBA的决心 那么这一位必涨2米28的考新师 他的实力到底如何呢 相信很多球迷对他的了解程度都是比较高的 过去他在美国队作战过 而且在NBA打出了顶级的互宽能力 无论是进攻防守 他都是内线非常具有统治力的中风 因此广东队才会花费如此大的资金 渴望把考新师给拿下来 这位曾经当场轻松去到31分的魔兽 确实成为了广东队影员的对象 第二个看点 广东徐杰升职为大队长 李春江更是被呼唤回归 游望成为广东的管理层 搭档上杜丰师徒二人 一起去冲击第12座冠军 当大家了解到徐杰 他确实作为广东队关键的成员 也是过去的比赛中一度备受期待的一个空位 徐杰新赛季就了解将会拿到150万的C类的合同 因为对徐杰来说 广东队确实非常的认可他 而且徐杰在广东队也打出了该有的水准 过去的赛季广东队确实用五年时间拿到的三座冠军 都跟徐杰有离不开的关系 因此徐杰接下来将会担任新一届的大队长 而广东队的任军飞将会把队长的位置卸任下来 之所以说队长的秀标没有给到一届年或者给到赵瑞 最终给到的是徐杰 背后的原因也是非常明确的 首先一届年跟任军飞年龄都大了 作为老将应该把位置让给年轻球员 而赵瑞因为他在球场当中的情绪经常稳定不下来 对比之下徐杰会更加的稳动成熟 所以说稳重的徐杰更加适合担任大队长 与此同时 李春江作为曾经的七冠王广军教头 他更是在近期被广东队邀请了回归 渴望李春江重新加盟到广东队 哪怕说他不是担任教练处的成员 而是去担任一个广理的岗位 最起码来说 李春江能够回归到广东队去担任广理职务 那都是值得认可的 毕竟曾经广东队靠李春江拿到了七座总冠军 可谓是受到大家几例的认可 如今的李春江一旦回归广东队 他将会跟他的弟子杜峰一起联锁 杜峰担任教练 李春江担任管理层 朱范宇担任总经理 这样的一套配合确实让大家充满期待 看来接下来的广东队拥有李春江跟徐杰大队长 确实完全不一样 第三大抗点 辽兰被爆出即将续约三大本土的黑马 并且包括了福格跟莫兰德更是被续约留在了团队 针对本个赛季结束之后 辽宁队一共有五个人合同到期的 包括了两大外援福格跟莫兰德 纷纷都被团队给坚定留了下来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 辽宁队确实非常依靠福格 还有作为大内线的莫兰德 莫兰德的朗马出能力确实独一党 他是辽宁队夺冠必备的大杀器 而福格他在后卫线跟赵纪伟的搭档 更是被称之为超强的后卫二人组 因此福格能够被坚定的留下来 莫兰德也能够留在团队 这是辽宁队的关键决策 与此同时 球队当中包括了大前锋的二哥李小旭 他的合同也到期 韩德军作为35岁的老将 合同更是迎来了到期 最后还有600万合同的赵纪伟 三名本土的黑马 都会被辽宁队续约全部留下来 因为这三大黑马 都是辽宁队本个赛季夺冠的关键 这也使得辽宁队的管理层 毫不犹豫的 给出顶星合同续约赵纪伟跟韩德军 而对于李小旭来说 也能够拿到一份超大的合同 因此辽宁队接下来新的赛季 独冠的阵容不会做出很大的转变 看来辽宁队新赛季 还是很渴望冲击三连冠 以及冲击队伍当中的第四座西杯的总冠军 确实竞争力也是拉满的 最后的第四大看点 姚明下课更换成了徐济城之后 如今的王自治呢 更是获得了新职务 并且推动了我们狼狼比赛的发展 当大家了解到王自治跟姚明一间年的时候 他们都是我们狼狼的大工程 并且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姚明更是被传出要退出狼球协会带头人的位置 将会换成徐济城来带队 与此同时啊 王自治呢也担任了一个重要的职务 据了解在近期的一个六一活动当中 那么狼狼就跟特奥运动员展开了一项活动跟交流 王自治成为了全队当中的主教练 可以说担任了核心的带头人 他不仅推动了狼狼比赛的发展 推动了我们走向世界 同时王自治他担任管理层的位置也好 还有包括了徐济城担任主要的带头人 都能够推动我们狼狼比赛的发展 尤其是徐济城他也明确对外透露出了 周期必将回归CBA 随着徐济城接过了姚明的位置之后 他将会推动周期快速的回归CBA打比赛 而新疆队呢也是做得非常的迅速 据了解新疆队赶紧把周期的名单给预注册了下来 看来周期哪怕说他回归CBA还是只能留在新疆队 大家认为新疆队该把周期交易去到哪个球队呢 其中包括了辽宁广州北京首干等球队都渴望得到周期 周期去到哪个球队更加的合适 欢迎留言评论区说说您的想法 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